现在在嘉义市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一位开着休旅车的酒驾男子撞上了警车 目前酒驾男子在医院进行急救 现场连线记者许穷文 好主播嘉义市大尔路今天凌晨的时候 是发生一起休旅车撞警车的车祸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了一台黑色休旅车是得逃灾 车轮是朝上地上完全是没有刹车的痕迹 而今天凌晨警方在嘉义市大尔路上 执行酒驾领检的勤务的时候 有一名郭姓男子一次酒驾 他驾着一台黑色休旅车 由嘉义市要进入嘉义市 只有看到路旁有警方在领检 他没有刹车直接是冲撞在停在路边的警车 而警车是往前往前走了大约50公尺 而被撞的警车的后方全毁 而休旅车撞警车之后也往对象车道 整个翻车直到撞到了路数之后才停下来 右轮也脱落了 而这一名酒驾的驾驶是送一旗旧 而目前他的酒车值是高达了1.32 而发生这几车祸的时候 幸好三名远警当时候都在路边执行 人没有在车上才躲过了一面 而这几车祸为什么会发生 而酒驾男子为什么会直接冲撞警车 警方都还要在调查 相信这里决心情形把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好非常谢谢球能告诉我们在目前的猎人线情形 去完最后当然来看